另一方面 印尼国营石油公司位于西爪哇省巴龙岸的炼油厂 今天凌晨发生大火 现场冒出滚滚黑烟 火势几乎吞噬整座工厂 酿成五人灼伤 上千人紧急撤离 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12点45分左右 现场布置火势猛烈 期间还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 印尼国家石油公司随后发文表示 起火原因不明 但事发当时千气恶劣 下着滂沱大雨还雷电交加 目前消防队正努力控制火势 附近居民有五个人严重灼伤 已经送院治疗